好 最后我们看到出场的就是 同样获得过两次世界冠军的德国选手萨夫生克斯尔科维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输给了两对中国选手获得了铜牌 本赛季他们同样是编了两套新节目 先来看他们这套短节目 来自于古典辣妹的卡罗 帕斯卡 俄罗斯民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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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选手本身他们的个人实力就非常强 所以一般来说只要他们不失误的话 是非常强的 就是一对跟中国争金牌的 这么一对运动员 看他在抛的高度 绰绰有余的落宾 菲 الله普的三周 勾手起跳 拈转三周 后外点名三周跳 这个动作主要看女伴 女伴完成的特别好这个单跳 她自己的跳跃能力特别强 第五组的托举 柔韧心也特别好 这个女选手她个人能力很强 曾经被大家认为是 目前就是状态最好的 双人滑的女伴之一 她们以前单跳还曾经追求过 比较难的单跳 像萨沪夫的三周跳 后来为了求稳 一直做的是后外点名的三周 这个动作其实虽然技术分值 要在三周跳当中是最低的 但是只要你做得好 做得成功的话 给你只有一加一加二的话 最后得到的分 其实也不低 而且她们有一个优点 就是她每年都在换节目 顺便做的就是 鬼才教练英格斯戴乌尔 既当教练又当编舞 技术分达到了40.63 节目中分33.77 划出了这个赛季的最高分 74.40 也就是说她们短节目 排在第一位了 而且领先于旁青铜剑 短节目将近六分 打电与那首 Agro 盃又等摆 发勿息 Sadio 面拨何尽